欢迎收看今天的人气美食 有很多的美食店每天都会有一定的打折时段 就像今天这家以水浒为主题的成都火锅店 火锅底料都是成都师傅亲自炒制的 配上空运来的毛肚和鹅肠 这简直是让你置身成都欲罢不能 他们家是晚上10点以后全场七八折 人均只要60元 我们的洋旅已经在那了 赶紧去看一看 我跟你说现在就来吃饭 你一定要得赶早 现在7点钟 这个时间段我觉得应该不会太多排队的 看起来还好 天哪 都是排队的人 你们这都在排队是吗 对啊 排了老板太好了 排了几桌前面大概 大概十几桌吧 十几桌排多久了 排了蛮久了 大概有没有半个小时左右 应该有的吧 你看这东西都吃得差不多了 水果已经吃得差不多了是吧 在这样子坐着排队 然后闻着里边这种火锅香味 什么样的感觉啊 饿 饿是吧 肚子一片蝉虫子在跳舞是吧 对对对 他们家里面是经常都要这样排队吗 我其实打电话过来的 然后他就说满了 让我在这里等 然后我就等了 这波杨里里里外外兜了一大圈 大堂里做得满满荡荡 空气中弥漫着麻辣鲜香 让湿辣一足欲罢不能 这家火锅店晚是从五点开始营业 如果七八点过来必然排队 经常外面排队这种情况吗 有 今天我们来比较早嘛 所以就进来了 今天比较早一点没有排队 对 一般你过来都会点什么样的锅子 我一般会点黄猴 还有毛肚 毛肚我们刚才吃完了 然后还有猪腰 它们这个铜锅就特别有特色 然后它外面是这样子的 然后里面是个小锅 和别的鱼烟锅不一样 这个中间会比较高一些 因为有的鱼烟锅是比较平的嘛 会混在一起 但它没有混在一起 中间的话汤的话 时间长了还可以喝 它这个等于是铜锅 它中间是能够喝汤的 对 外面就是辣的 这边经常会喜欢过来 对 一直有朋友一起过来聚会 为什么喜欢来咱们家呢 因为热闹嘛 然后男孩子嘛 大口吃肉 在大碗喝酒的 这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都是用这 喝酒 喝啤酒都是用这种 对 我每次过来都会点点这个 类似于水浒一样主题吧 你可以看到进来以后 大家的装潢啊 包括这边服务员的牌子啊 都适应到我们的 锅子也很大啊 今天点的什么锅啊 今天点的是一个麻辣锅 麻辣锅 鸳鸯的吗 鸳鸯的 里面是白锅 外面是辣的锅 因为它是牛油的嘛 其实这个辣还是挺适合的 上海人的口味的 所以它牛油的话 它有那种牛油的香味也很多 对 有香味在里面 大口吃肉 大碗喝酒 让人仿佛置身成都 锅底的选择也有很多 不吃辣的可以试试特色鸡汤锅 不辣不欢的 当然就不能错过酒工格了 哇 我看你吃满头大汗的 是吧 是辣出来的还是热出来的 辣 辣是吧 其实今天我看你们是来得比较晚的 为什么那么晚都来吃呢 十点钟以后这边有折扣吧 十点以后有折扣 对对对 而且前面可能来的话 还要排队啊 前面人就会生意比较好嘛 这里 然后十点钟以前来的话 可能要排位置 什么的 要等 人又多的话 可能要大桌嘛 你觉得它这个辣呀 是一种辣鞋 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麻辣 麻辣 正宗的四川麻辣 麻辣的那种口感 蒜菜好像也蛮风格的 你比较喜欢蒜什么 毛肚 黄猴 鸭肠 鸭肠 你们是成都人 对 成都的 地道的成都人 你们那边的都是以火锅文明了 对不对 今天你吃到这个 觉得跟你们那边有很大的区别吗 感觉的话这个火锅 跟我们成都 基本上有过自而无不及了 真的 真的是 这么高的名价 是吧 真的很 很 拔死 很拔死 很拔死 嗯 成都啊 对 拔死的 拔死的呗 这个九宫阁 它里面我看放很多这种辣椒 你觉得它这个辣味够你的胃口吗 它这个辣椒的吧 我一开始一看我就知道 这绝对不是上海能买到的 这绝对是从四川 重庆这边过来的 所以它这个辣味的话 非常的正宗 而且非常的到尾 所以你看 人家四川这边过来的一眼 人家就看得出来 这个辣椒都不是上海本鸡的吧 对对对 很多熟客都是过了十点才进店吃火锅的 不仅错开了晚市高峰 而且全单打完七八折之后 差不多人均五六十元就能吃到爽了 大厨你好 你好你好 这个火锅香味很浓郁啊对吧 你们这个火锅底料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我们这个是经过用上等的花椒辣椒 以及三十多种的香料 然后按照老一辈祖传下来的那个配方比例 它们熬制出来的 这个都是最传统的程度 对对对对 你们这些辣椒呀花椒啊 都从哪里来的 从四川成都那边空运过来的 都从成都空运过来是吧 那这两个总和在一块还不算 我看这一盆那 有些什么料啊大概能透露一点点吗 这个是秘密 如果你想要发解这个秘密的话 过来我们这个店 边吃边研究好 边吃边研究 对对对 这个熬出来的油 这是底料跟这个油 香料搭配不合适的话 它吃起来就发苦了 会发苦 它会发苦 对对对 所以最完美的感觉是吃起来是怎么样的 是香辣 香辣纯香 纯香 纯香 对对对 不会有任何杂质的那种油的感觉 不会发苦 不会发苦 没有苦味的 好 那这边酸菜的品种好像也非常多 你们大概有多少种酸菜 我们这边的酸菜比较取权的 这些是我们从成都那边空军过来的 鹅肠 是鹅肠 这个鲜毛肚 这个是宽粉 三野的摇煎笋 摇煎笋 对对 那我帮我问一下 到十点钟以后有打折吗 你们这个菜量会不会有减少 会不会 这一点你绝对放心 不管只有折扣 七折八折 我们的菜量都是一样的 按正常的分量加出去的 秘制炒料加上熬制的高汤 香气四溢 赶紧涮起来 七点钟开始进店采访 我饼了三个小时 饼到十点钟了 为什么 因为十点钟以后 这里有折扣七点八折 一大桌 琳琅满目的什么都有 要鱼有鱼 要肉有肉 毛肚 你看看 还有鹅肠 宽粉 其实从这个菜色的色面上 看起来 你就能发现 绝对新鲜 其实我跟你们讲 要尝它这个锅底究竟香不香 好不好吃的话 你就算算它这个宽粉 宽粉呢 其实它是最稀味道的 它会把整一个锅底 那些香味也好 辣味也好 麻味也好 全部吸进去 一品尝我就知道 它这个锅底究竟好不好吃 好了 来来来 饿死我了 宽粉我们都知道 本身它很稀味道 麻辣 两重感觉 刺激你的胃轮 会把你这个食欲 全部都掉起来 最后呢 这个宽粉呢 你嚼上去啊 你会觉得 它煮的又不是那种 很烂掉的感觉 它在你嘴巴里面 依旧是有那种 弹牙的感觉 你就会嚼起来 觉得很有劲道 而且呢 坐在这个地方啊 除了感觉像在成都当地一样 还有 他们的煮的一种 水火的主题啊 你看 喝酒都是用这种 大碗来的啊 好像 仿佛 自己就是良心好汉 坐在这边吃成都火锅一样 如果你喜欢 大口吃肉 大碗喝酒的话 我觉得这个地方 你可以选择一下 晚饭时分 走进这家店 我们发现 不少食客都埋头认真 吃着面条 这还是挺奇怪的 这家本邦菜馆 在淮海路上 已经开了七年 每道饭店 人气都很旺 而且来这里的 不少都是回头客 据说他们家 有一道招牌菜 可谓是镇店之宝 难道说 就是这面条吗 为什么选择这里聚会呢 因为我们 他们女孩子 比较喜欢逛街嘛 然后这么快 有很多月的 然后就过来这边 这个地理环境 比较好一点 地理环境很好 那这边菜怎么样呢 菜不错 我们都吃了差不多 已经这没几个 刚刚叫了很多菜 都吃完了 已经都吃完了 对对对 觉得最震撼的是 哪一道菜 就这个 这个是 那个小桥鱼面 小桥鱼面 里面的面是鱼肉做的吗 我一开始以为是乌冬面 现在后来 我一次是鱼做的 鱼肉做的面 很好 外面没有吃过 只有这个理由 今天吃下来 您觉得哪一道菜 可以称为他们家的招牌菜 这道菜吧 这道 也是我们压轴上来的一道菜 他们的招牌菜 招牌菜 这个是什么 冬瓜和面 冬瓜鱼面 鱼面 鱼面鱼做的 一上来的时候 这造型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就是没见过不知道是面还是什么 后面才知道是鱼面 也味道很好 以为上了一盘冬瓜拌面 对对对对 这个菜上来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蛮有创意的 一个冬瓜的造型 做出一个桥的造型 这是一道桥 对对对 那面条是什么呢 面条的话 看着就像流水 面条是水 对对对 冬瓜是桥 一个薄纹 水的纹 水薄纹是哪里 就是一条一条这样子 我就看着有点形象了 对吧 冬瓜做成桥的形状 面条像流水般从桥上流淌下来 仔细一看这摆盘果然挺别出心裁的 难怪可以让食客们惊艳 而这道菜的点击率也是相当的高 看来他们家的招牌就是它了 鱼肉做的面 吃口上怎么样的呢 很Q很Q才很滑 鱼肉很鲜美很嫩 女人是吃起来嘛 吃鱼不方便 这个鱼面吃起来很方便 路口很好 对对对 路口很好 您是哪里人 我是浙江人 浙江人 所以特别喜欢吃海鲜 对对对 吃起来方便一点 看上去就不像土豆粉的感觉吗 但是吃到嘴里的那种感觉 就是有鱼的味道 鱼的味道还蛮有特色的 有点像外院卖那种鱼丸的那种口感吗 对对 还是蛮软的 蛮软的 再一点鱼的那种Q的那种感觉 新鲜的鱼肉做成鱼面 吃起来自然是爽滑Q弹 很有韧景 不过搭配上清口的冬瓜和鲜美的浓汤 可更加养生和滋补 看来这鱼面小料不错 快没了 这冬瓜还没有冻过 冬瓜因为可能等一下要切一下吃吧 我们来等一下切一下吃 造型不错 舍不得切 舍不得吃 觉得这样子一种搭配吃上去怎么样 也很漂亮 颜色也好 搭配上很符合上海人的口味 很清淡 也有海鲜的味道 冬瓜爽口 冬瓜呢 我觉得 首先是它搭配的颜色好 胃口就好 那吃起来呢 它清口 冬瓜呢 它可以利尿 而且呢 可以减肥吧 把这个全部都吃完之后的话 这些汤的话 其实还是很好的 我们可以拿来淘一下饭了 做最后的一个下饭 像捞饭一样的 这道菜特别值 觉得 看来来这里吃的食客 都是达人级吃货 在华海路逛好街 再来这里吃上一份 独具酱鲜的鱼面 真是滋补又暖胃 那么这里的招牌鱼面 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还是请大厨介绍一下吧 我们看到了 摆的原材料相当的简单 只有冬瓜 还有这个鱼是花莲鱼 对 我们这个花莲鱼 是选用千岛湖的花莲鱼 是十斤左右的 十斤左右 为什么选到这个重量呢 因为这个鱼 这种分量是肉质最好 肉质最好 对对对 大厨说 他们用千岛湖的花莲鱼 做鱼面 不仅肉质鲜嫩 含富含胶原蛋白 具有滋补健脾 养肝补血的功效 这个鱼面 是不是会花费 你们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 对 这我们的鱼面 全是用手工切出来的 全手工 对对对 首先把这个鱼去骨 然后再把它用刀 把它剁成泥 然后再打 把它打上镜 打成面的样子 把洗净的鱼切片 剁肉 加料 以及少量的淀粉 然后不停地用手甩 打上镜 直到它成为 绵软细腻的鱼浆 再将鱼浆装入 标花袋 挤入锅中 成面条状 并煮熟 为了让水流 延绵不断 这鱼面在挤的时候 也要保持连续不断 这就很讨厌 大厨的功力了 另一方面 冬瓜要先切成 小桥的形状 包括轮廓和桥上的台阶 冬瓜变软即可 那在整道菜的制作过程中 还要额外加一些 其他的调味料吗 我们会用一个 我们自己钓的浓汤 然后做一个汤底 这个汤是用鸡 很多好的东西 高汤 对 高汤 经过很长的时间 钓出来的 非常的鲜美 除此之外 好像就没有 我看真的没有 其他的东西了 对 我们这道菜 还是比较属于健康的 鱼面煮熟 冬瓜蒸熟 最后淋上高汤 这道小桥鱼面就完成了 整个过程 大概需要40分钟的时间 因此时刻需要耐心等一等 但是这些时间的等待 换来纯手工制作的鱼面 口感上一定会有 不一样的感觉吧 那我们看这个鱼面 做的是非常的精致 而且厨师花了 这么大的功夫 应该是非常的好吃 你看 相当的有弹性 然后把它拎起来 这么高都不会断掉 尝尝这个鱼面的味道先 第一口吃上去呢 还没有先吃到 这个鱼面的味道 先是吃到了 下面这个浓汤的口感 非常的鲜美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就是吃到这个面条 面条呢 比这种乌冬面 来得更松软一些 因为毕竟是鱼肉做的 但是也是相当的 有弹性 很鲜美 其实这个冬瓜 平时呢 对人体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它可以去湿啊 清热解毒 吃起来完全吸收了 下面浓汤的这个鲜美 让冬瓜变得口感 非常的好 非常的丰富 像这样一道菜呢 我觉得既营养健康 又不失美观大气 无论是亲朋好友 或者是这个宴请朋友 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上周呢 全民关注的韩剧 来自《星星的你》 已经上演了大结局 这炸鸡和啤酒呢 也算是红了一阵子 如果你现在还在追炸鸡和啤酒 就有一点点之后了 今天啊 我们杨子发现了一个 超级火爆的油炸美食 那就是油炸饼干 什么什么 你没有听错吧 饼干 没错 可以油炸着吃 这到底是怎么一个味道呢 连绵的雨天过后 积攒许久的逛街欲望 终于可以彻底释放 今天我们来到了 昌里路绿城路 那真叫一个人山人海啊 今天我来到昌里路 在这边一带啊 有好多好多小吃店 其中我听说 有一家小吃店 它全部都是卖炸的 而且炸的东西都是些喜气不怪的 就是这家 你看我身后 很多人在海的队呢 我们来问一下 你好 你好 你是排队买这个炸的东西 是的 你第一次来吗 不是 因为我家就是附近嘛 所以说我经常来 这里面有炸的一些什么东西啊 有脂腿 脂皮 还有香酥脂之类的嘛 其实味道蛮好的 有人悠闲地吃着炸鸡 有人兴高采烈地排队 再看看小店墙上的贴纸 生意是不错 但是这鸡腿鸡皮也太普通了吧 还好我们聪明的杨子 在墙上发现了一些端倪 我们三个都一起 你们三个一起的 你们今天是为什么要想到 来排队买这个呀 好吃啊 因为 你心出来比较多嘛 有些什么比较好吃的 我最喜欢还吃的鸡皮 炸鸡皮啊 对 除了炸鸡皮之外呢 手枪腿 我看到还有什么炸奥利奥啊 还有什么炸榴莲啊 你有吃过吗 炸过 这个东西原来是作为零食的 这怎么也能炸的呢 你尝下来感觉怎么样好吃吗 蛮好吃的 我们没听错 饼干榴莲也来炸 这是真的吗 蛮奇怪的吧 觉得 炸过之后就会更脆吧 你今天是排队买什么呀 买奶茶和炸鸡腿 这里有一种叫奥利奥的 你是炸的啊 你吃过吗 吃过 吃过啊 对 你觉得怎么样啊 经常来的味道不错 那它就是那种油炸过的 跟那种就是你知道零食吃的有什么区别 怎么说呢 挺脆的 还挺香的 会油 油 不觉得还行 来我们来问一下排在最前面的 你好 你好 你应该是经常来吧 对 经常买些什么吃啊 一般你炸榴莲啊 手枪腿啊 味道都比较好 炸榴莲 炸榴莲 这里能炸的啊 那吃上去什么感觉啊 吃上去有点酥 味道不错的还是 你觉得这边最特别的是什么 就是炸榴莲吗 手枪腿 手枪腿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一个鸡腿 手枪腿 就这样 它里面就酱到比较好 好香哦 热乎乎的 这么一大汁 上面撒了些芝麻是吧 那它的味道是辣的吗 不辣的 甜的 可以放辣的也可以 虽然这里的手枪鸡腿 看着不错 但是我们还是更关注 炸饼干和炸榴莲 那杨子来看看 有没有食客真的享用呢 这个是榴莲卷啊 里面的榴莲味道很浓很浓的 除了榴莲之外 你有尝过那个奥利奥蛮炸的 奥利奥我再一回尝过了 嗯 味道很好喝 很脆 很香 也很甜 对 很暖 因为饼干嘛 炸过之后应该是蛮多的 像种曲奇吧 炸的它很脆 然后吃上去很香 很就有一种像粘稠感一样的 但它吃起来就是说不腻 而且很香 虽然听上去有些奇怪 不过炸饼干和炸榴莲的口碑 确实不错 而为什么会用这种稀稀古怪的做法 就要问这家小店的老板了 我来问我身边这些非常年轻的80后老板 你好 你好 你怎么会想到拿这些就是我们想不到的东西来炸的 80后嘛 年轻的一代要有创新嘛 我们本店的理念就是以创新 小吃创新为主 其实奥利奥这个东西在台湾可能已经有了 但是呢 在我们上海这边呢 还是比较少的 其实呢 就是说可能做这个东西比较时尚 比较新潮 可能会对现在的80后啊 90后啊 可能是比较感兴趣 包括一些以后的00后啊 什么的 所以就是除了这个之外 你还会不会以后会开拓更多 各种我们想不到的东西 那那是当然的 我们先是会自己品尝 然后做品控啊什么的 然后好吃的肯定是会推向市场的 80后的提思妙想 作用在食物上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 让我们的养子来尝尝看 由于这个地方很小啊 我就不得不跟阿姨拼粥了 给你拼个粥啊 不好意思啊 你看我点了这两份呢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奥利奥了 没想到这个饼干它能做成这个样子 刚开始拿到手上的时候 你看是不是有点像湖南的臭豆腐 它讲的是有点像的 如果我不告诉你的话 那它上面裹上这一层呢 好像有点像那个面包糠 在上面又撒了一些酱 我们来尝试它是什么样的感觉 这个味道好玩 有意思 原本我们把它当临时吃的时候 它是脆的 但是经过油炸了以后呢 你仰然却是软的 有点像那个松糕的感觉 里面呢 里面因为它有一层夹心 所以呢你吃起来 面像那种豆沙甜甜的 但是外面呢 又是一种酥脆的感觉 怎么形容呢 就是像那个馒头啊 炸过了以后 但是它呢是那种 是那种裹上了一种炼乳 面包糠 还有一些奶油的一些甜味在里面 那这个味道真的好复杂 我们来看看这个榴莲啊 炸榴莲 也是这个形状挺怪异的啊 好烫里面 里面是新鲜的榴莲 反正里面的温度很烫 外面我咬上去的 其实呢 感觉就是春卷皮 但它炸的这个程度刚刚好 没有炸的太硬 刚好脆脆的 它里面呢是很热乎乎的 很香挺香的 外面呢 再加上一层电乳 跟我们在 平时吃到的不同啊 有点怪异的香味的这种春节 反正这两个小时 说起来都挺奇怪的哈 如果你是一个猎奇的人的话呢 你可以来这边尝尝 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口感 来体验一下 无论如何创新 食物的根本还是要好吃 离开了这些 相信再奇异的食物 也是无人问津的 说到炒饭啊 这个可是全民美食 基本上呢 每家每户都会做 不过神奇的是啊 炒饭也是各家都有各家的秘诀 是一种难以复制的美味 那今天我们的美味二选一呢 我们的网友 就为您推荐两家特色炒饭 到底是哪两家呢 每户二选一 等你来比拼 游戏规则 每期我们将挑选出两位选手 进行比拼 两位选手各自推荐一道 心目中的重磅美味 然后我们将通过 吃货来爆料和街头随堂考 两个环节 以大众投票的方式 决出胜负 推荐者也将获得 本期累主的称号 上期的累主 奇奇哈 又带来好东西啊 来 欢迎我们上期累主登场 你好你好 奇奇哈 在上期节目中 进行了一场炸鸡大对决 奇奇凭借本帮炸鸡的好口味 打败了对手的韩式炸鸡 那么这一次 他还能手累成功吗 来 有请上我们今天的 挑战者登场 小翔是吧 小翔 今天肯定也是带着美食 来到我们现场 对对对 好 两位把你们的关键词 都向我们说一说 来 挑战者先来 我的关键词 东南亚风味 食材丰富 东南亚风味 食材丰富 对对 我的关键词是 现场制作 以及湖南风味 现场制作 湖南风味 好了 我来给大家介绍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就是 炒饭 一想到炒饭饱满的米粒 浓郁的滋味 震震香气 就仿佛呼鼻而来 而不同地域 不同风味的炒饭 也会给大家带来 普通的感受 那么今天 我们的两位吃货 要向大家推荐的炒饭 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 华海中路上的 57度香 具有长沙风味的 食材炒饭 而且是师傅在铁板上 现场制作而成的 放了许多湖南当地的 一种香料 以及自制的腌菜 口味非常的独特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 128纪念路上的 亚洲土地爸爸炒饭 其中有海鲜 有肉 有蔬菜 营养丰富 均衡 特别重要的是 它的酱料 是厨师特制的 酸甜中带点辣 有东南亚的风味 希望大家会喜欢 两个人的形容 都非常诱人 究竟这两道美食 怎么样的 让我们去到厨房 一看究竟 走进这家店 我们就被眼前的这一个 即使厨房 又是餐桌的桌子吸引了 大家围坐在一起 厨师走出厨房 现场碰热美食 这种和美食 零距离的接触 机会不多啊 这里的厨房 都是在外面 然后我们是 把厨房搬到的客厅 一个台一个厨师 顾客过来 我们这吃饭的时候 他们都是坐在旁边 然后我们厨师 在上面炒菜 都能很清晰地看到 厨师是怎么制作的 一个过程 享受只属于你的那道菜 边做边吃的铁板做法 可是很受欢迎的 我们这里炒饭呢 我可以介绍一个 长沙炒饭 这个长沙炒饭的话 它是有五种配料 第一种 就是我们的腊肉 这个腊肉的话 就是我们湖南人 用那个腌酸的腌酸腊肉 还有这个是腊巴豆 在长沙的话 基本上每家每户都 都基本上都会吃上的 这个腊巴豆 这个是酸菜 就是它放在团子里面 然后腌制一两个月之后 然后再拿出来吃的 所以的话是非常爽口的 还有我们在另外有一些红萝卜 然后蔬菜的一些配料 这个小坛子就是我们的一个蜜汁酱料 这个蜜汁酱料的话 它可以让这个饭的话 就是味道特别的新鲜 这个配料都是我们湖南的一种特色 而米饭选用的则是东北大米 东北大米的话 因为它的外米地比较长 吃起来非常的口感非常好 你可不要以为炒饭就是炒一炒这么简单 过程可细致了 我们的烹饭的过程的话 就是第一个我们把这个腊肉爆炒 因为我们的腊肉的话 在爆炒的话 它会产生一种香味 把腊肉爆香了之后 然后我们再炒腊巴豆 腊巴豆的话 它的话里面它有辣椒 然后还有腊巴豆 之前腌制的一种香味在里面 所以两种结合的香味 就会你这两种配料炒出来的话 香味会更混浓 再入我们的一个我们的酸菜 再几个酱料我们混合炒在一起之后 将饭炒在里面 然后把我们的蜜汁酱料放进去 这是最后放蜜汁酱料的吗 最后放蜜汁酱料的 加入蜜汁酱料继续翻炒 不同的食材先后顺序也不同 不同的食材火候掌握也不同 原汁原味的湖南风味 酸菜 喇叭豆 在铁板上 米粒跳跃着磕磕分明 真是很诱人 我们的挑战者小祥 推荐的是东南亚味的爸爸炒饭 它的口味非常独特 很受时刻欢迎 这个菜的味道是有点酸酸的 有一点酸辣 微甜 所以说很多个菜的时候 中老年小朋友都可以吃的 就是比较适应比较广 很多人都可以接受这个味道 据说这道炒饭是店老板自己创作的 关于它的名字 还有一个小故事 一般的家庭做饭 都是妈妈在家里做饭 但是她想到 要是爸爸来做一个饭 是怎么样子的 但是自己家里 不知道放什么东西 打开冰箱 哇 里面很多东西 所以说就不乱地放了一些 哇 炒出来一试 哇 这个味道真的好 所以说就取名叫爸爸炒饭 无意中的灵感 却收获了意想不大的好味道 看来美食的制造 有时候也需要一点机缘巧合 那么这位爸爸当时 到底用了哪些种类的食材 才搭配出如此的美味炒饭呢 最主要的是这个是泰国香米 米的质量是很有口感的 真的含胶原蛋白很有弹性的 炒饭大家都必须用得到来鸡蛋 还有就是红萝卜 玉米 青豆 猪鸡肉 虾仁 鱿鱿鱼 芋头 这个芋头 我们是特别从广西利谱 带过来的芋头 它的特点就是很粉 就炒在饭里面 一起搭配吃很有口感 为什么会搭配这么多东西呢 你看素的有四种 分的有三种 其实素的现在都讲究 维生素C 是吧 现在的健康饮食嘛 像海鲜 我们都是有蛋白质 补充人体的蛋白质 所以说我们这个分素搭配 做出来的菜口感一定是很好的 混素搭配营养均衡 难怪说这道炒饭是老烧鸡鱼 而酸甜中带一点微辣 一直是东南亚菜系的风味 因此蜜汁酱料势必不可少的 这个酱料我们帮了很多 比如有辣椒啊 泰国军的鱼露啊 还有虾酱啊都很多 因为这个我们自制的酱料 就不要一一介绍了 准备好食材 首先把猪肉炸一下 再把各种海鲜和蔬菜焯水备用 接着鸡蛋下锅先炒 再加入米饭 用鸡蛋把米粒包起来炒匀 最后加入蜜汁酱料 以及其他食材一起大火翻炒 大厨说这米饭要炒得香 而不焦 可可分明 炒之前的热锅是最关键的步骤 锅一定要够热 炒出来的饭才会够香 前提是不能让这个锅焦了 也不能让它粘锅 那我们炒出来的米饭 才会是一粒一粒的 它会散开的 大火快速炒制一下 喷香的爸爸炒饭就完成了 各种食材配合酸甜可口的酱料 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呢 其实我个人呢 是非常喜欢吃炒饭的 从色面上 从我们的微信上看起来 两个炒饭都非常的好吃 究竟怎么样呢 来两位赶紧把炒饭拿上来 雷主你带来这个什么炒饭 我带来的是长沙炒饭 你这个好像 我的是爸爸炒饭 爸爸炒饭 对 一个长沙的炒饭 一个东南亚风味的炒饭 究竟今天哪一个会挑战成功的 马上就到我们的街头随堂烤 其实我是长 我是个湖南人 你是湖南人 但是它不辣 就是没有长沙的那种感觉 长沙不是无辣不欢吗 我觉得这个也有一点普遍 我比较喜欢这个 比较喜欢东南亚风味这个是吧 这个口味比较重 有酸菜的味道 这个海鲜的 可能我平时不是特别喜欢这海鲜 味道淡淡的 所以你选择的就是 这个 长沙的炒饭 这个因为我吃到那个肉 然后可能我个人不喜欢吃那个肉 就很鲜 口味比较重一点 那东南亚风味这个吗 就是味道就比较均匀 就这两个炒饭让你做个选择 你会把这票投给谁 他 东南亚风味是吧 这票会投给谁呢 我投给他 东南亚风味 太好了 第一次来挑战 就顺利通关了 对不对 我们要把我们的奖牌的 要搬给我们的 小翔 恭喜你 当然了 还有一份白里通的大礼包送给你 好吧 希望你继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把更好的美食带给大家好吧 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有兴趣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话 即可通过微信或者微博的方式 报名参加就可以了 把你所知道的 把你想要推荐的美食 好味道都带到节目当中来 好的 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再次含下我们的口号 美国人选机 等你来比拼 说起焦头面 上海人都喜欢吃 什么辣肉面 大排面 辣酱面 吃上一碗浑身都暖融融的 不过今天呢 我们要带你去吃的是牛蛙面 牛蛙做焦头 而且是白汤的 这个可不多见 据我们的编导说啊 这碗面还是限量的 一般到了下午啊 就没有了 说到焦头面 那是太有我们上海人 本帮的特色了 一碗酱汁浓郁的鸡蛋粗面 总是能让人感觉无比满足 而很多人都会觉得 好吃的焦头面 大多都在曾经的卢湾区 而今天我们就在长宁区 帮您找到这么一家 这个中午时段 人还真是多呀 我今天因为死了五斤了 根本死了五斤了 这米都丢了了 一个礼拜中国人来 吃个几万一汤 只剩一汤呀 一个礼拜 只剩一汤 只剩一汤 那其他没结果 你要吃十九汤了 只剩一切汤 吃起来每次啊 就是说吃完以后回去 就是还想还想下次再来 还想再来 能吊得更人 正好有够的 有够的 有够的 那会想到就没人来 可不可以 大家睡个地方 学姐就没听上啊 没听上 他们就就进了一场事情 跟他没脑吗 所以嘛 哎哼嘛 曾经是你妈妈妈 无法的两天 你会喝的吧 但是 曾经是成长期待 待着就像里面 不是老爷爷老爷 我这样 你妈妈日仍不得了 咱们喝 咱们喝 用汤 没用的汤 现在跟 这个各位名字 封鲜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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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生出来 还以前 我打了一个 哎 我已经生出来 跟母亲 封鲜鱼 两个小伯伯 两个三伯鱼 都打了钱 以来有点 凉鱼 今天是两个一起来的 对 我们是六个一起来的 六个一起来的 哪边有六个 这一桌都是我们的 这一半都是你们的 那边三个也是我们的 三个也是 都是 他这边也蛮好 你随便坐 大家随便坐 对对对 这边都是拼桌 对 基本都拼桌 很少有机会 自己跟朋友 坐在一起的 因为您太多了 您太多了 太多了 今天大家都点什么面 那么多人 牛蛙 牛肉 塑胶 基本就是 最有出名的 就是牛蛙面 牛蛙面 你这碗就是 他们这边最出名的 对对对 我看汤好浓啊 基本上是吃饭大的 就是刚刚 我也被行 我不替骨骼 或者鸭刀出来 给你们了 在我们的记忆中 焦头面大多都是 红烫的酱油面 而这家面馆 最为著名的是 一碗白糖的牛蛙面 每天限量供应 或许就是 这物以心为贵的道理 反而成了 店里的金字招牌 我们也是第一次过来吃 但听说挺有名 都会点这个 然后碗来了 最后也没有了 碗来了 大概什么 这个碗是什么意思 有多碗 就有些时候 我们晚上下课 五六点样子过来 就基本上已经卖完了 中午吃的 其实晚上不一定 对对 是这样子的 我看人家好像 都是红汤的 他在这碗 都是白汤的 他们家面 大概就这两种颜色吧 但牛蛙面 这个是白汤的 他就碗牛蛙面 大概是谁家的 25年 牛蛙有多少 半只肯定是有的 我每次来 基本上都放这个 就出这个 红汤面没尝过 红汤面我也尝过 就是各有各的特色嘛 牛蛙这个分量 就是它的料的分量 还是满足的 就是说 这个面呢 其实我也吃了 很长时间了 基本上我每个礼拜 都会来个两次烫 因为他放了尖椒嘛 然后汤还是有一点点微辣的 还蛮好 有点微辣 这个是你选的 还是说它本来就有 它本来就有 本来就有 红汤不会辣 然后口感的话 我觉得这个白汤的 会更好一点 更滑一点 更滑一点 红汤会更濃一点 对对对 个头大不大 挺大的 挺大的 看这个就很大的 虽说小店是24小时营业 你何时想去吃面 它就在那里 但是就是这碗牛蛙面 也就每天的中午时段 会有供应 因为人手关系 老板不得不承认 每天供应的牛蛙面 数量也已经到了极限 这边有那么多配料 对 都可以随意组合的 都可以 除了跟牛蛙 鱼香肉丝 这两份的组合 别的全都随意搭配 全都随意搭配 牛蛙和这个大肠 是你觉得 是最出名的 销量最好的 销量最好的 客战反应也比较好的 一般牛蛙 每天中午有多少份 有60多份吧 60多份 为什么不能 多准备一点呢 它这个多准备了 它就不新鲜了 因为这都是现杀的 现要加工的 它麻烦退 为什么时间长了 就怎么会怎么样呢 时间长了 就是肉质 比较老掉了 还有不鲜美的 不鲜美 味也不好 除了这两个以外 还有哪些东西 这个是什么 这是腰子 腰子 这个 猪肝 肉丝 牛肉 鸡丁 鸡丁 焖肉 焖肉 这都是自己做的 焖肉 这种汤 我看你这边 是分两种汤 红汤和白汤 红汤干白汤 有什么区别呢 红汤嘛 怎么说 一般就是 这个老上海那种味道 很浓的 很浓的 芡比较浓一点 芡比较浓一点 芡 它这个白汤呢 就是一般 很清清爽爽的 清清爽爽的 白汤怎么 这个浓度是用什么来勾出来的呢 一般我们自己调的粉 调的粉 还要调个密切的粉 对 这需要自己弄的 说到关键点上 厨师就要开始卖官子了 毕竟上海滩的牛蛙 焦头面也就独此一家 除此之外 店里的焦头品种 还有很多 你也可以按照 自己的口味随意搭配 组合出一碗 您最终意的焦头面 本周六呢 就是三八妇女节了 我们的明星爱厨房啊 这周也做了个特别的策划 请到这个 不同年龄层的厨娘 为大家一展厨艺 今天要登场的这一位啊 不仅厨艺了得 还是一位爱韩剧 爱创新的辣妈 一起去看看 她带来什么样的美食 这周啊 我们就要迎来 三八妇女节了 所以我们的明星爱厨房 也是请来了一系列的女明星 都说厨房是女人的天下 每一道菜都融入了 她们对生活的追求 本周我们的明星爱厨房 就将请来 不同年龄段的厨娘们 一起来听听她们的故事 品味她们的佳肴 那今天我们请到的 这位女明星 她可是一位辣妈哦 学妈你好 你好 首先送你一只 这个粉色的玫瑰 祝你节日快乐 谢谢大家快乐 今日明星 选妈28岁 公司文员 选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边都是你的这个亲友团 是吧 跟我们分别介绍一下 做当中的 这是我老公 选爸 那一般都是家里 老婆做菜做的标准 对 基本都是她做的 那你给她打个分 如果说她做菜 这个厨艺满分 一百分 你给她打几分 95分吧 95分 那是基本上 接近完美了 对 我发现咱们今天好像是真边宝宝特别的多 哪一个是自己的宝宝 这个是我女儿 这个是 对 玄玄是吧 对 这个是我女儿李玄 玄玄来 这是宝宝 那这边 这个是您的 对 这个是我 你跟这个玄妈是什么关系 我是她的邻居 我住在她的楼上 邻居的 如果也是朋友 你们平时一般 她给你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她就是工作也可以 然后就是说带孩子要什么 因为我们带孩子平时也会交流嘛 就是说也还是比较在行的 她烧的菜你有吃过吗 吃过 我经常吃 我一直来蹭 就蹭饭 对对对 我觉得她烧的菜很有特色 经常能把一些她世界各地旅游 带回来的美食 自己还要加一点加工啊 发挥啊 更迎合我们的口味的再做给我们吃 我觉得很有特色 听完大家的评价 是不是就更加好奇 到底今天玄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美食呢 这个叫豆豉啤酒鸡 因为最近韩国旅游比较热门 而且韩国不是出了 现在出了一个很多韩剧 里面就有啤酒啊 又有炸鸡啊 但是呢炸鸡呢 可能对身体啊各方面可能不太好 因为它是炸出来的嘛 油量可能过高 会有过高的胆固醇 所以说呢 我就想是不是和啤酒和鸡 可以其他的融合在一起 所以说我就把豆豉啊 各种风味加在里面 做一个豆豉啤酒鸡 做这道豆豉啤酒鸡需要的食材有鸡肉 冬瓜 啤酒 豆豉 还有青椒 葱 姜蒜 八角 桂皮 干草 草果 等丰富的配料 准备好了食材 先把青椒冬瓜等切块备用 接着就要把葱姜辣椒煸炒一下 然后放入豆豉酱 因为韩国它不是比较风靡的是它自己的一种韩国大酱 然后自己家里人都会腌制一点 在配饭啊配菜的时候都会吃一点 那我这道菜呢就等于说想把它更加本土化一点 所以说加入了本邦的豆豉酱 煸炒一下呢它的味道就出来了 你有没有闻到一股香香的味道 对就是我站在这边可以闻到那种 就是那种辅料其实味道已经很浓了 所以之后就不用再加任何的什么盐啊这种调味道 对对因为豆豉本来就是咸的 所以说盐啊味精啊都不用加了 所以说也比较健康 调料炒香之后把鸡肉倒入锅中翻炒均匀 带鸡肉的颜色发白没有血丝 并充分吸收酱汁的味道 就可以加入一样玄妈的法宝啤酒 咱们平时一般做鸡都加点这种黄酒 你怎么会想到要加啤酒的呢 是这样的 首先呢是因为那个来自欣欣的你 韩剧 对 然后呢就是其实啤酒也有去腥和黄酒是一样的作用 而且呢啤酒里主要成分是大麦 可以让菜更加香 啤酒里面呢还有维生素和还有蛋白质 少量的饮用呢可以强行健废 对人体还是有一定好处的 虽然啤酒不宜多喝 但是少喝一点点还是很好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玄妈比这个韩剧力民主角会过日子多了 同样是拿啤酒配鸡 我们吃的这个又有营养 然后又美味 没错 啤酒中其实含有很多的有益氨基酸和维生素 还能提香增味 用啤酒来入菜是不少酒店大厨都会选择的好方法 闷上三分钟就可以加入冬瓜了 趁这边鸡肉还在闷着的时候 我们也来采访一下玄妈走进她的生活 其实有了小孩是生活的另一个阶段 重心呢虽然有所偏移 小孩会多照顾 但是自己的生活质量也不能下降嘛 然后所以说呢 我和老公啊什么会经常出去旅游 带着全家到处去逛逛 然后放松一下心情 然后尝尝各地的美食旅游一下 十分开心的 说到这个旅游跟美食结合在一起 你有没有那种比较就是把好吃的东西 带回来自己在家里研发一下的 会有会有 有哪些跟你说说 新加坡的这种辣椒蟹 澳门的蒲果鸡 美国的一些牛排 我都会带回来自己做一下 就是说来到你们家吃饭 就可以尝到这个世界各地的美食了 对的对的 既照顾好家庭 做一个称职的妈妈 又常常旅游充电 学做美食 做一个精彩的女人 这就是选妈的生活之道 好了 这边豆豉啤酒鸡也已经完成出锅了 赶紧让亲朋好友品尝一下吧 这个炸鸡我觉得多吃一个 对女生好像也不太 就是不太利于健康 还有一个就炸鸡 多吃的话会有点腻 这个的话就不会腻 对就会比较爽口 到嘴巴里面还有点那个 回味三分 入味三分这种味道 一开始玄妈说咱们这个菜 今天是第一次尝试是吗 现在做一下觉得自己做的怎么样 还可以蛮不错的 我觉得95分吧 你觉得还有五分 下次再做有什么地方改进的 其实这个菜我发觉 可以做成宝类或者干锅类 就是下面再铺一层土豆啊 或者是黄瓜会更好 一边小火炖着一边吃 可能那样的话味道会更入味一些 对 谢谢玄妈 我今天给我们带来教育到这个豆豉啤酒鸡 我觉得可以说也是迎合当下非常热门的搭配就是啤酒跟鸡 其实我觉得很多妈妈都像玄妈一样是一个辣妈 而且有了宝宝之后呢 除了享受家庭生活的幸福以外 把自己个人生活也打造的非常的精致 那在这里呢 我们也是祝我们的宝宝在妈妈的陪伴下 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了 愿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美味和健康 吃出好心情 接下来欢迎收看都市法律援助节目 甲方乙方 明天同一时间呢 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记住人气美食 将你把幸福生活吃出来